让日本人感寒的西北少帅,堪称彭德怀敬敌,兵败做仪式,让人唏嘘马纪元,古往积来那些誓诈风云的名将们的后代,很少有人与父辈同样出类拔萃。 马纪元打破了这个规律,他在民国后期,曾被蒋介石寄予厚望,在西北的作用比胡宗男都重要,而他的父亲就是马步方大名鼎鼎的西北武马。 之一马步方曾带着马纪元去见蒋介石,正好蒋经国也在蒋介石就说,这是全子经国马步方一听总裁的儿子都称全子,那我的儿子,肯定不能比他高了。 于是其终生制指着马纪元说,这是旅日的马纪元,有这样强悍的爹。 马纪元的职场之路自然走得分外顺畅。 他年仅12岁,就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上校参谋长,18岁时又被任命为少将旅长,成为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将军。 当然这个旅一般有4000余人,总共还不到50人让马纪元当旅长。 就是给他一个履历。 到了1944年,23岁的马纪元成为第82军军长,而被誉为蒋介石天子门生第一人,的胡宗男当上军长时已经40岁了。 可见马纪元受提拔算是很早的。 马纪元的飞黄腾达,虽然离不开他父亲的帮忙,但他本身也是很有才华的。 他先后毕业于黄浦军校,陆军大学将官班聪明绝顶,愁愁满志,再加上老爸的栽培。 这样的人不尚未谁尚未从。 陆军大学毕业后马纪元回到马家军,开始对这支传统的军阀部队进行大规模改造。 他力排众议成立了一个汽车连在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抗战时期。 马纪元打了不少漂亮,仗让日军谈虎色便可惜,他的主要战士却是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较量新四军将领彭雪峰就吃过他的大亏,一战损失了5000多人。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马纪元成了彭德怀的劲敌,对西北野战军先后三次取得了大胜这战绩连西北王胡宗南都没有做到。 这也一度让蒋介石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1949年,马纪元被蒋介石为以重任,先被任命为青海兵团总司令,又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公署副长官。 即西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一年,马纪元只有28岁,然而在历史大事面前,再有作为的将领也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而无法改变胜利的天平最终倾斜的方向。 在决定西北命运的兰州战役中,马纪元遭到惨败,只得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值得一提的是兵败之后,马纪元把军中的所有牛马都分给了部下们,让他们回家好好种地,还特地叮嘱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千万不要让牛马践踏了路边的庄稼。 到了台湾后马不方父子,没有再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只好申请,担任派驻沙特大使,并在那里安家落户,再也没有回到祖国几十年后中国驻沙特使馆举行宴会。 马纪元,也在被邀请之列宴会开场15星红旗冉冉升起,已经白发苍苍的马纪元,注视着国旗,不禁热泪盈眶,而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 远在沙特的马纪元也捐了5000美元,帮主灾民渡过南关当战争的硝烟饭去,不管身在何处他心中对祖国的那份热爱是总也散不了的,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